梁繼昌議員 其實我是想那個原動議的方向性和原則性更加突出 其實我在我的修改了動議裏面也都講 本會促請政府為事次盛事所需的資源和行政提供協助 藉此推廣香港的數理學術氣氛 我覺得其實已經足夠了 為什麼我要去做這個山減呢 其實主席我今年六月在倫敦參加這個英國國會的訓練課程的時候 也看過很多國家不同國會的一些議員的動議 其實很多的議員動議都是一些政策上方向性原則性的一些說法 而並不是好像有一些現在很多我們的同事的議案可能是有成千字的 究竟如果我在一千字裡面我百分之八十是贊成這位同事說的話的時候 那我應該支持還是不支持這個議案呢 那我上個月也都在議事規則委員會上 我上一次在英國的一個考察的旅程做了一個報告的 那當然其中一個報告我就是請各位考慮一下 是不是應該要規範議員動議一個字數的問題 當然這個是非常之巨增議性的提議 那在那麼多個提議之中呢 譚宜宗主席就最近都應該向各位發放了一個提議 就是說如果是有以後有修訂案的再修訂呢 其實是不是應該要不接納呢 這個議題其實是在各位同事的枱頭是有待定奪的 提議關係就是這些問題 這個把兩國人約定順利zek²都放在那一年 沒有機會不要說 씽宗主席的記者是最荒衛 wonderful global 維 ideal的 rook 118 不以上 然後提議 一個development的下測在那裏上 bold 平均分大概是561分 而这个561分是自2006年起一直上升 是高了17分 当然这个Pizza的评估就是讲我们的传统数学的能力 香港学生的数理水平是高的 其实你可以见到有一些学生在香港 如果平时成绩不是很好不是很出色 有时他过了去比如英国读GCSE的时候 他可能都会拿到很高分的 虽然我们的基础数学的水平不错 但是为什么在我们大学在我们高等教选科的时候 数理科近这10年竟然都不是一些热门的选修科目 其实很简单的主席 这个是我们市场经济主导 因为念数理科大家都觉得 我们的出路在香港不是多 我们不是德国不是美国不是日本 我们有没有工业呢 我们有没有科研呢 在劳动市场上 读数理最终就可能做了些什么呢 又去回金融服务业了主席 我们做可能做一个 怎样设计一个衍生工具 甚至也都有一些相关行业 比如说做精算师 那都要掃的 但是在科研或者应用数学上面呢 我们职场的确是没有那么多的空缺 所以要推动一个数理的风气呢 其实是要从我们的经济多元化那里着手的 除了这个数理科之外呢 其实我想说的 也都要政府多加留意呢 就是传统的人民学科 人民科学humanities 这个humanities呢 就包罗甚广 最传统的文史哲文学历史哲学 也都包含艺术音乐 也都包含比较现代人民科学 包含了社会学啦 心理学 人类学和语言学 为什么我觉得香港近这十几二十年来呢 的人民科学发展是非常之停滞不前呢 这个数据呢 可以看到的 香港八大大专院校的研究院 研究课程一些人数的一些统计数字 在2012、2013年呢 读数理科的 讲研究课程 是即不是talk degree 讲的是研究课程的 全日制的学生是有3737人 数理科 本地学生是占644人 而读人民科学的研究院课程人数呢 全日制的只得569人 而本地学生只得190人 这个数字的主席非常之不陷 我为什么觉得香港是需要 除了发展数理科之外呢 也都要注重发展人民科学的教育呢 是有三个原因的 其实 第一 注重人民科学是我们经济多元化的必须条件 在2011年呢 香港的创业产业是为香港带来了 八百九十六亿港元的增加价值 是大概占了我们本地生产总值的4.7% 当然啦 这些的创业产业包裸门 有包裹有软件啦 当然是 也都有包裹 艺术啊 红酒的拍卖行业啊 工艺产品啊 电视 电台的行政啊 设计啊 娱乐服务啊 要维持这一个 带给香港的商机或者商业价值 也都维持它不断的增长呢 香港必须呢 在人民科学道投放多些的资源 其实香港是一个国际多元化的大都会 高地价和地小人多这一些的原因呢 是令到我们发展其他的大型工业 或者科研产业呢 是比较有局限性的 那发展创业产业呢 是不需要太多土地资源和空间 那统计处的数字也显示呢 2005年至2011年 短短六年间呢 文化和创业的服务业的输出 总额是大幅增长了78% 输入总额也有56% 也大幅增长 由此可见呢 香港文化和创业产业的服务业呢 是极具发展的潜质 第二点呢 主席 其实提倡人民科学 长远来说呢 是可以减低我们社会的矛盾 和促进社会和谐 因为 人民科学 就要是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社会现象 艺术 音乐 哲学 社会学 这些都是和我们个人和社会的内涵 和收养息息相关 主席 在很多大学里面 就算读数理科学生 都是需要修读人民科学 我们不了解我们的社会运作 我们不了解这个社会现象 当然有很多矛盾 有很多不明白之处 而令到我们不能够 更加用一个更加宽容的态度 对待我们的不同种族的人士 不同地方来的人士 第三 大学教育不单只是建立一个广阔知识的基础机构 而是培养对事物的批判性和独立思考 这个是很重要的 除非我们的政府是不想 我们的大学生 或者很害怕我们的大学生 有独立思考能力 而要变成 专场上的 几百几千个专的其中的分子 否则要培养独立的批判性和独立思考能力 其实人民科学是非常重要的 而由第三点 我可以推演到另一个的说法就是说 人民科学其实和政治人才的培养 是其实物不可分 通过人民科学的教育 我们会创意思想 去给时间思考社会的问题 从而能够培养出香港现在非常缺乏的政治人才 而历史上的很多政治人物 很多也是具有人文学的收养 近期的举例子 捷克的总统 巴斯·拉斯·凯佛 又例如我们更加之前的一些英国的首相 Winston Churchill 和Benjamin Dezraeli 全部都是机械政治家 也都是文学家 主席 我希望在发展科学之源 也都是同时可以平衡地发展人民科学 主席 我仅此发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